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带着这一场聚会 终于在昨天顺利的举行 而且非常非常的圆满欢喜 这是沃泰华佛光山佛光会 义工普查 经过一个 或说过这个春节的活动 一般传统誓愿 在农历新年过后 就会要 就是表达对所有辛劳的付出的 工作人员的辛劳 不管是法师还是居士 义工就会有个普查 就请大家吃点茶点 然后大家分享 然后就是有一点 慰劳辛苦的意思 就举行这个普查 那在沃泰华这里 本来是从义工为录 当时流感就很厉害 好像不太适合 我说那就跟普查合并举行吧 既然举行 但说一起用餐 还不是那么鼓励 所以就准备了茶点 像这些 总之顺利举行 那也各位可以从这个场景看到 哇现场好像 这个祭祭一堂 然后满堂的欢喜 那这个 不可少的 这个招待的 茶水 这个点心等等 真的都是法师们 大家一起准备 所以我真的要讲 法师是义工的义工 这是我们的师父一直 告诫我们的 不可以当金手指 要当义工的义工 我们也都一直 谨遵教诲 所以这次的准备 大部分可以讲 绝大多数 就是由沃泰华几位法师 大家通力合作 那么把他准备出来 那当然还是有几位一起帮忙 那总之呢 我要讲 昨天是师父的出家纪念日 是信徒相会 那然后呢 我们在上午的法会后 也是人间学院宣布开学了 那各种课程的说明介绍 然后是跟健康时报的合作 有一个签约 就是之后 就从这周开始 要有这个沃泰华版 人间福报要发行 我要是 因为是台北总部 帮我们大概的这个编辑 那地方新闻 就我们这边再放上去 如果到星期四 我如果看到这个 或者星期三可以看到样本 我不知道 就报社印出来的时候 我也是会在跟大家分享 那上午也是很欢喜 很有意义 然后下午一点半到三点半 虽然有一点点超时 但是还是大家很欢喜 我则是因为要赶着要到机场 要到纽约去开 就参与联合国的这个会议 所以没有办法留下来上后 那希望就是在今天的早安佛光 给大家 今天星期一 应该是要介绍一首歌 这首歌我试着好几次想用 但觉得好像我得留在什么时候 留在什么 我就是留到了 终于是今天 感恩的人生 就像我们在观看着以前的画面 然后有义工在分享 其实那个画面 就我们从旧佛堂搬家 一路到现在来 然后到这个总理跟我们搭合照 这样 就在一路走过来 我都听到 不要说听到 我自己也是一样 泪眼泼缩的忍不住 听到大家在 这个就是很感动 那几乎出来分享的义工 也都是含泪 然后这个忍着泪 跟大家在分享 我想真的 就像安逸师姐讲的 福光山是我的家 再苦再累都不怕 就像王瑞师姐讲 他生生世世 他都要追随幸运大事 这就是我的家 我的法生惠命的家 大家好几位出来分享 都好感人 我想我不知道录影的情况如何 但总之呢 就是通过这一首感恩的人生 应该可以代表 不管是义工菩萨们 对佛光山常驻的感恩 还是我们法师们 对所有的护法信徒的感恩 另外我们的理事 John 他说他代表 他觉得因为他是很资深的 他说他是一路看着这个道场 这样几十年来 走过来 他说到现在 透过早安佛光 有全世界大家的护持 他也觉得 是要谢谢所有大家的护持 他说我在华阿佛光山 因为早安佛光 然后知名度 在全球就曝光率就比较高 他说其实得到大家的护持 他也非常的感恩 我想我们在感谢义工的时候 没有忘记感谢我们的 在全世界护持的朋友们 好了 我想还是 我期待着要看这个后面 我来不及看到剪辑 当然到播出我是可以看到的 但总是很期待 大家也可以看到 一个小小的铁皮屋 怎么又变出了 好像一个很大的宴会厅一样的 那总是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殿堂 只要你想得出来 它就变得出来 就有人说 我们好像在变魔术一样的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集体创作 大家众志沉沉 一起欢欢喜喜的 一起互相鼓励 然后迎接新的 即将到来的未来 好了 就先跟大家 充充满忙分享一下 就请大家欣赏 这一首 透过这一首感恩的人生 然后带出的 尤其是一宫菩萨的 这些画面 好了 我们一起来欣赏 祝福大家 1m4 1m4 这一首感恩的人 内心浮游 感恩的人生 最终的无数 感恩的人生 才明白 復悔 感恩的人生 最终的无数 感恩的人生 最终的无数 感恩的人生 最终的无数 ело 窒息老容 和你 呼一约万岂 别耀希望 感恩的人 有心有意 感恩的人 有心有 感恩的人 才有到無處 感恩的人生 才明白 不明白 感恩像天的夜間 悄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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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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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